乳头跟乳鱼的颜色其实就像我们的肤色一样 它是 所以在白种人身上来说的话 乳头会比较偏向 而在亚洲人头商量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偏向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整形外科专飞医师 吴明伦医师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美医治 为大家解说有关于 乳头整形手术的阴南甲症 在乳头跟乳鱼的整形手术当中 我们必须把乳头和乳鱼都放在一起去考量 才能有办法达到一个漂亮的比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示 这是乳鱼的直径 上方就是所谓乳头的直径跟乳头的高度 这三个点都是造成一个漂亮的乳鱼 跟乳头的一个形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点 当乳鱼的直径为1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乳头的比例只有它的三分之一左右 自于高度来讲的话 会接近1公分左右的一个比例 目前或者所有的乳头跟乳鱼的整形手术 大概就是依照着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 圆的上面我们会希望乳头根部的一个直径 平均是在大概1公分到1.3公分左右 高度来讲的话大概是在0.9到1公分左右 如果真的没有一个两尺可以去做一个测量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拿我们自己的大拇指的指甲的一个宽度去做比例 一般来讲的话 大拇指指甲的宽度的2分之1到3分之1左右 大概就约略于是在一个1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做一个测量 大概就可以约略的知道我们的乳头跟乳鱼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 乳头的部分它下方也有很多乳腺的出口 神经也是借由这个地方积触到我们的皮肤 我们主要是切除外缘的皮肤 让皮肤的高度跟宽度能够减少 对于乳腺以及神经的破坏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 不会造成手术之后 乳腹功能的上市或是敏感度降低的可能性 在乳头缩小的手术之后 八痕的浴盒大概需要吃到10天的一个状态 那在恢复之后呢 事实上它的八痕相对来讲是不明显的 因为我们会把八痕的部分放在我们所谓的乳头跟乳因交界的部分 以及乳头的顶部的四周围的一个部分 比较容易留下八痕的反而是在大范围的一个乳因缩小的一个手术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范围的乳因缩小的手术 它必须把伤口留在所谓的乳因以及正常的皮肤的交界处 在这个位置之后的八痕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个色差的一个状况 不过这个问题也可以借由手术之后的雷射治疗 来让八痕的状况能够尽量的淡化到不让人家注意的一个情况 乳头跟乳因的颜色其实就像我们的肤色一样 它是基因决定的 所以在白种人身上来说的话 乳头会比较偏向于粉色 而在亚洲人头上面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偏向茶色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除了基因以外的话 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所谓的乳头跟乳因的颜色变生呢 第一个是外在的刺激 低物的刺激或是过度的摩擦 都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的一个沉淀 而造成乳头跟乳因的颜色加深 除此之外的话 女性在华月时期因为货膜的关系 所以也会局部造成乳头跟乳因的色素 会有一个沉淀的一些情况 我们前面提到的跟乳头跟乳因的缩小手术 原则上我们只能减少她的体积 并没有办法去改变她的颜色 所以如果我们在手术之后 希望让乳头跟乳因的颜色能够建置性的变得更漂亮的话 进了几个方向去做预防 第一个 避免刺激乳头跟乳因的一个状态 意思是说 我们在穿衣物的时候 尽量会穿比较合身或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材质 不要让乳头乳因一直跟我们的衣服有一个剧烈的一个摩擦 当摩擦之后 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所谓的黑色素的沉淀 除此之外的话 也可以定期利用一些去角质的一些保养品 让局部角质层的状况能够减少 而让乳头跟乳因的颜色能够得到一个 键刺性变漂亮的一个情形 主要就是所谓的蒙哥玛丽腺体 最主要的功能是在保护及若黄的乳因跟乳头 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组织 会随着我们荷膜的变化而有增大的一些情况 有些上面在做乳头跟乳因缩小手术的时候 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手术的一些进行的 有些妈咪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一个外观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凸臍 会造成它外观上面的不美观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是在密乳期过后 等到这些腺体因为荷膜的关系减少而自然缩小之后 如果还有一些比较明显大力的一些 造成外观上不美观的一些腺体的时候 再用局部手术的方式将这些腺体做切除的状况 就可以达到一个外观上面相对来讲美观的一个效果 既然因为男性在医头上面的改变 常常会穿比较贴身的衣服 所以常常也会踩出所谓男性激突的一个问题 男性的乳烟平均的尺寸会是在2.8公分左右 领头的尺寸一般会建议是在差不多0.8公分左右 男性头要也可以去做乳头的缩小手术 不过在做乳头缩小手术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去评估 男性的乳头的过大 是不是有合并了所谓男性女乳症的发生 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先借由专科医师的一个判断 评估才有办法 都直接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乳头和乳医缩小手术已经是目前为止常见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术室 它可以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利用局部麻醉的方式 就可以让你的乳头乳烟回到相对来讲标准的漂亮的一个外观 所以如果有让所有乳头或乳因过大困扰的患者 其实都可以在专科医师的咨询之下 帮您制定完成一个适合您的一个手术方式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